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提供7种选装包 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装 到底哪一款最值得入手呢 我们先来看这道价值11800的1.5T GLS领先版 这身体是整体还是不错的 但是在很多细节上差强人意 比如说它是配备了217规格铝合金纹骨 而且没有前后投不起囊 缺少无钥匙器的功能也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毕竟这个功能已经几乎成为了同级别标配了 此外 改正的方向盘还是塑料材质 夏天开车手上容易出汗 作为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部件 塑料材质的确有那点寒酸 而且没有配备后排空调出风口和全景天窗的品质 再来看作为支导价17.08万元的1.5T GLS精英版 车架是增加了9000块 但是却换来了18寸铝合金纹骨 安全配置也增加了许多 可开启全景天窗是一个亮点 无样式启动也非常的方便 真皮方向盘握感舒适 仿皮质座椅触感千夫 扬声器增加了6个喇发 后排出风口推行程度值得肯定 综合来看它的各个方面的配置都是较为全面的 所以也是我最推荐的车型 而到了181800的1.5T LOS尊贵版 该车的轮毂再次升级到了R19规格 气场上更为强大 它还多了车道偏离预警系统 车道保时服务系统的功能 安全性可以提升 车顶的行李架能够扩展触摸空间 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 视觉感出色 前排手机无线充电跟上时代潮流 微轻导航语音识别控制系统 使用便捷 还有64色氛围灯 很受追捧 夜间行车更不魅力 如果对安全配置和面子要求 比较高的话 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作为售价201800的最顶配 B.5T TALK旗舰版 这车是增加了并线辅助功能 还多出了 主车雷达 360度全景影像 和全速自适应巡航 电动后备浆也比较方便 但是性价比就不是很高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车解码的全部内容 我原来是你们的Kiki 想要了解更多汽车资讯 请关注360快资讯 汽车频道360汽车 请不吝点赞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 抖软发更多汽车 请不吝点赞讯 请不吝点赞讯